繁华富裕的天府之国 就像一块肥肉 牢牢地吸引了赵皇印的目光 他派出的梁禄大军 正好像一双筷子 伸向了后蜀小朝廷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理由 让赵皇印师出有名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让后蜀的灾难提前到来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王力寻读诵史》第一部 《宋太祖》第十七集 兵发两川 通过前编的节目 我们知道赵皇印在刚刚制定的 先南后北统一天下方略的时候 两封求援信的到达 让他洗出望外 他一箭双雕 顺利灭掉京南湖南两个割据证券 完成了南下征战的第一步 就在赵皇印将目光锁定后数 等待出手机会的时候 又是一封信的到来 给了他一个出兵的理由 他再次等来了人生的好机会 这究竟是一封什么样的信 写信的主谋又是什么样的人 后数皇帝梦场的命运 又会因此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带领我们近距离触摸历史 全方位关注大宋 敬请收看《百家想谈》系列节目 王立群独宿时第一步 宋太祖第十七集 兵发两川 这封信是怎么来的 因为这封信太重要了 赵皇印等机会等来了一封信 讲到这封信 不得不提到 这封信一个主使者 这个人叫王昭远 此人现在认的是后蜀的 职蜀米院士 也就是后蜀的一个军事长官 我们还得从这个人的身世讲起 王昭远这个人 家里出生很贫寒 从小丧父 少年丧父 这人生很不幸的 所以他十三岁的时候 就为了混口饭吃 到成都附近 跟着一个老和尚 做了一个小跟班的 这个和尚名气并不大 但是他跟着这个和尚 做个小跟班的 却等来了一个机会 这个人生最难琢磨的就是命运 命运的最奥妙的地方就在于 它具有神秘性 你不知道未来你会有什么运气 这就是人生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如果一个人就预先就知道 哪一年会有什么好运 哪一年会有什么厄运 那这个人生就没意思了 人生最奇妙的就是命运不可琢磨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人生最有魅力的地方 那么王昭远碰到一个什么事呢 碰到当时在四川担任戒渡使的 孟之祥在他的功夫里边 他要做善事 怎么做善事呢 广使众僧啊 也就是布告当时四川那些僧人 都可以来我的办公大楼里 无偿的免费提供一顿丰盛的午餐 所以他老师当然不肯错过这个机会了 当僧人吃了不好 所以既然当官的愿意施舍一顿饭 他老师就去了 那他这个小跟班的也就跟去了 他这一去改变命运 怎么改变命运呢 这个孟之祥看中了这个王昭远 把这个小孩看中了 为什么看中他呢 两条 第一 是欣赏 这小孩特机灵 伺候他老师 那个周到让作为举行善事的孟之祥 看了以后都很喜欢这个小孩 特别懂事 第二 需要 孟之祥这个时候 有一个和这个小和尚 年龄相仿的一个儿子 他就是后来后蜀的皇帝 孟昌 该上学了 但是这个当大官的人 他这个孩子上学的一般不能到学校去 需要在家里边教 所以一个人教了 教一个孩子没意思 需要一个半读 陪读的 当然不像我们今天很多父母 辞掉工作 陪着儿女读 人家找一个小孩陪读 就看中了王昭远 把他选上了 他就给孟昌做了一个半读 这小孩我们知道 他原来他就是陪着那个老和尚的 把老和尚哄得都很高兴 是吧 所以他经过几年的锻炼 怎么样侍奉别人这一套的全学会了 那可况是一个同龄人 他两个人年龄相近 共同话题又多 所以把那个孟昌哄得团团转 所以孟昌就特别喜欢他这个半读的人 这个小伙伴就成了 他从小一块玩着长大的伙伴了 这不是机会吗 后来孟昌一当皇帝 这个小跟班的这个和尚 这个小半读 机会就来了 开始在宫厅做官 当然这个官 并不大 做什么官呢 做那个卷帘使 卷帘子的 或者叫茶酒库使 就是负负责给皇帝去管管这个茶叶啊 酒啊 酒啊 就做这种内饰官 当然这是皇帝身边最亲信的人才会去做的 你别看拿茶叶的 你万一给他茶叶的下着毒了 是吧 那都是他最亲信的人 他才会叫他拿茶叶了 刚好他做了这个孟昌身边的这个内饰官又来了一个机会 这人生就是一个机会加一个机会叠加到一块 这就成气候了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 机会比能力更重要 有能力的人很多 有机会的人很少 机会比能力重要 什么机会呢 当时后蜀的直书密院使啊 叫王处回 这个人是拥立孟昌做皇帝的人 历过很大的功 但是他在那个高官的位置上做长了 不行了 长期做高官出问题了 比如说贪赃王法 比如说底下进奉给皇帝的东西 他先挑挑 把好的留下来 把那次的再送给皇帝 你看这事做了时间长了 肯定要出问题啊 再加上他的儿子 不是助纣为虐 是助爹为虐 助爹为虐 给他爹又增加了不少麻烦 所以孟昌就决定把王处回撤了 当然这个人他不想杀 毕竟他当年立过功 撤了之上他回家了 回家以后呢 空了一个重要的职务 蜀蜜院使 这个蜀蜜院使是掌军权的 很重要 所以孟昌想来想去 找不到亲近的人 就想到他从小一块 跟着他这个小和尚 就想到他了 他长大了 这小和尚也长大了 所以你看这个和尚 本来这个小和尚 按说他是在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中 将来凹到最后凹成老和尚 他没有想到 他截二连三的被好运 撞了一次腰 又撞了一次腰 连都被好运撞腰 所以他就做了 什么官呢 做了通奏史 通奏史这个官不高 但是后面孟昌给他加了一个官 叫执书蜜院使 就是管书蜜院 所以他是以通奏史 来做书蜜院使 通奏史就是他级别很低 但是他的权力很大 他成了书蜜院的一把手 掌的大权了 而且孟昌对他特别信任 史书有这样的记载 事无大小一意为之 腹部金箔 此其所取国人 事情无论大小 一律交给他吧 而且国库里的钱随他花 怎么花问都不问 一个人能够随意地花 国库里的钱 没人管没人问 你看这日子就很舒服了 是吧 你不是挣钱 国库的钱你随便花 那这个就很舒服了 日子 但是他做这个官 开始并不顺利 因为什么呢 第一 孟昌的母亲 李太后不同意 李太后不同意 就四个字 出身私养 出身私养什么意思 出身低贱的一个人 他什么出身 就是陪着皇帝读读书 现在竟然主管一国的军事 所以李太后认为他出身太低 不能管 人家不服 第二 确实朝隆很多人不服 看见王朝远 当时 很没有威望 但是最奇怪的是 王朝远却不是这样看自己 王朝远把自己看成诸葛亮 为什么呢 他在属地 因为王朝远这个人 是个四友青年 什么叫四友呢 有理想 有追求 有抱负 有知识 是个四友青年 特别爱读书 特别是兵书 史书记载 他好读兵书 以方略自识 喜欢读兵书 还自己懂得运筹帷幄 很自负 所以当大宋灭了这个金湖以后 这个孟昌手下的宰相就劝他 看大宋这个劲 早晚要统一天下 咱们不如早一点 那共称臣 免得让属地遭受兵险之祸 就他希望 咱们就干脆早一点称臣算了 别再称都当皇帝了 咱抵不过大宋 这个意见 其实后属的孟昌也同意了 但是有一个人不同意 谁啊 就是那个四友青年 王昭远 他不同意 史书记载了三个字 叫固执之 坚决阻止了 纳贡成臣这件事 当然他不同意 最信任他的孟昌 也就拒不投降了 那么王昭远为什么不同意 史书没有写 我们这样推测的 王昭远读了很多兵书 自以为自己呢 很有一套 所以他一直想等一个机会 能够秀一秀他的军事才华 在等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他听说大宋有可能灭后属 特觉得这是展示自己肌肉的一个机会 他想露一手 所以他坚决不同意 投降 而且当时他手下有一个人 还给他提过一段建议 这个建议是这样说的 说宫肃无勋业 一旦位置输尽 不自建立大宫 何以三十年 所以你没有立过任何宫吗 你现在占据这么高的位置 长这么大的权 你要再不立点宫 你怎么读住人家的嘴 人家肯定背后议论你 所以王朝远一直想 能够有个机会 给大宋打一当 这个人同时给王朝远出了个主意 他说你不妨派人到北汉去 就是山西太原这一块的 给北汉联合起来 让北汉的军队南下 咱们的军队北上 咱们南北夹击大宋 所以王朝远一听 这是个好计划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蓝 面对胡适担担的赵黄英 自有青年王朝远 进行了精心的军事部署 他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来对抗大宋 但没想到 军事机密惨遭泄露 外交密信被送到了赵黄英的手中 而王朝远很快就要和大宋军队 进行面对面交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王朝远立即行动 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 说服主子 那他去说服这个 后蜀的皇帝孟昌 那很容易 孟昌很信任他 第一 第二件事 屯军三峡 你不是要从金湖打过来吗 我在三峡驻扎重兵 这件事也很好办 第三件事 联合北汉 这个联合北汉这件事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他让后蜀的皇帝孟昌写了封信 然后派了一个 铿枪三人行 特别行动小组 北上 去联络北汉 结果这三个人中间 有一个人 很有心机 这个人叫赵燕涛 他就知道 后蜀根本不是大宋的对手 所以他们这个 铿枪三人行 这个小组 来到北宋的都城开封 这个人就当了间谍了 史书记载了这么一句话 叫前曲起书已献 什么叫前曲起书 偷偷地把这个信拿出来 然后跑到大宋的朝廷 把这个联合北汉的信 献给了赵黄英 所以赵黄英才说了吗 武西逃 有名义 我现在向西打仗 我有名分了 你要联合北汉 夹击我 那我当然要动手打你 这就是这封信的来历 而这封信也直接导致了 赵黄英对后蜀的讨伐 要灭后蜀了 所以赵黄英就立即开始做准备 其实在这之前 赵黄英在没有收到 这个铿枪三人行小组的信的时候 人家早做准备了 现在又得到 这个铿枪三人行小组的信 赵黄英觉得自己师出有名了 这个军队打仗 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就是出师有名 我有个名分 所以赵黄英觉得 现在我可以名正言顺地打你了 所以他派了两个大军 北路 由王全斌 作为总指挥 带了三万人 从凤州 就是今天的宝籍 由北向南 入川 东路 他派了一个叫 刘光义的人 作为总指挥 然后派了一个都监 叫曹斌 率领水军 从那个金湖 沿江西上 就是沿江 西进 两路加工 去灭属 而且赵黄英 还详细地交代了 灭属的三大原则 这一次入属之战 胜败都要贯穿 我这三个原则 第一 争取北人 北人就是北方人 属地虽然在南方 但是后属这个地方 有很多北方人 所以到那里面要千方百计的 争取北方人 让他们能够给我们出力 比如说做乡岛 比如说给我们提供军需 如果有人能够率军队投降 或者说能够带领 这个交出一份城池 那一定要重赏 这第一条 一定要对敌人分化瓦解 分化瓦解的原则 就是区分 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 只要是北方人 一律要争取 第二个原则 严禁扰民 这一次入川作战 绝不允许骚扰老百姓 老百姓的房子不能烧 老百姓的东西不能抢 人家的坟不能掘 人家的树不能罚 不能骚扰老百姓 争取百姓的拥护 第三条 只要土地 凡是把城战打下来 把所有的钱都分给 打下城的攻城的士兵 无所欲得者 其土地儿 文献记载赵黄印的原话 我所想要的就是地 那除了土地以外 其他的东西分给士兵们 调动士兵的积极性 打下一个城 这个城里的银行的钱 全封给士兵 我只要地 所以你打第二个城 那士兵就有积极性了 而且赵黄印对这次法属 成竹在胸 他任他的皇家的建筑公司 当时叫巴作斯 在汴水的旁边 汴河的旁边 为后蜀的皇帝 孟昌提前给他修好房子 修了 盖了多少房子了 盖了500多套房子 都是好房子 南北通透的 等着让那个后蜀的皇帝 投降以后来汴京开封俱诸 你看 一边派兵去法首 一边已经把人 把人家的皇帝的房子 都修好了 一旦他投降 把那个皇帝弄过来 先替他盖好房子 都做好准备了 所以赵黄印 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那边的王朝远呢 王朝远也做准备了 王朝远带了两三万人出发了 临出发之前 那个宰相还给他举行了 一个践行宴会 王朝远自比诸葛亮 但是他没有诸葛亮的羽毛事 他手里只有一个铁如意 喝酒喝到高兴的时候 这个王朝远也口出狂言 讲了一番话 王朝远这样说 无此行何止克敌 当领此二三万凋灭恶小儿 取中原如反掌 我这次去啊 我光是应付来 逃罚我们的敌人 我要领着这我手下这一帮 虎狼之辈 我灭大宋 那简直是如手中探囊取物一样 王朝远夸得很厉害 所以两军不可避免的就要相遇了 王朝远是北上 那边是王权兵是南下 所以两路大军 南北大军 必然在陕西和四川交界的地方就相遇了 这个战争过程呢 我们就讲的简单一点 开始是个小仗 然后王朝远就在四川的利州 就今天的广源 集中了重兵和大宋的军队打了三仗 这三仗的结果叫三战三败 全打败了 败过以后怎么办呢 退 往哪退了 一直退到建门关 这是个显要的地方 建门关一旦失守 整个成都平原就暴露无遗了 所以王朝远发誓要在建门关阻挡住大宋的军队 结果赵匡胤 他的军队怎么打的呢 这个王朝远想得很幼稚 他觉得我在建门关上 你在建门关下 你攻关 我怎么打你啊 我在上面又射箭又扔石头 那我可占尽便宜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这个王军兵很会打仗 王军兵派了一支部队翻山 抄小路走到建门山的后边 绕到后面去打了 然后突然之间 大宋的军队从后面出现 王朝远全无戒备军队一下子溃散 建门关失守 建门关就这么一下子失守了 所以王朝远呢 伤心的不得了 王朝远藏到一个农民的家里边 哭起来了 他说我自幼熟读兵书啊 对面那些军队都是些不读书的家伙 他说你们攻关 我在守关 就是你在山下攻 我在上面又放箭又扔石头 应当这样打 哪有这么打的 偷偷从我后面来捅我一枪 所以王朝远伤心的不得了 哭得鼻子是鼻子 眼泪是眼泪 哭着哭着 人家来搜查了 从农民家里把他也给活捉了 所以王朝远 他写了封信联络北汉 招致人家大宋的军队 到最后他一下子 他完了被抓了 他一被抓 建门关失守 建门关只要一失守 那大宋的军队就进入成都平原 这是北路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 千古天贤建门关 加上熟读兵书的王朝远 也没能抵挡住宋朝大军 成都危在旦夕 北路已经失守 东路就成了后蜀小朝廷 最后的希望 那么东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后蜀皇帝孟长 又该如何面对呢 东路大宋的军队打得也很顺 刘光义带领了军队打得非常顺 很快就打到了奎州 奎州就是今天重庆市所辖的那个凤节 那个地方是个险要之地 那是一个入川的一个必经之路 而当时驻守奎州的是宁江戒渡使高燕筹 高燕筹是个能打仗的人 高燕筹怎么想 高燕筹说 大宋的军队是远道而来 他们立在速战 我呢应当坚守不战 我就拖着 他就进不来 但是他手下的一个监军不服气 说大宋的军队都到城下了 现在不打等什么时候呢 高燕筹不让他出兵 这个监军不听军令 私下带着他一千多士兵杀出来了 一下子打了个大败仗 只好往城里退 他在退 大宋的军队就跟着他屁股后头追 所以那个城门关不及 大宋的军队就跟着一块进来了 进来以后 守将高燕筹 奋力作战 身受了十几处重伤 最后 这个仗打不下去了 奎州要失守 所以当时他手下的人就劝他 说你逃吧 你这个城已经守不住了 你逃吧 他说我不行 他说过去我在北边 守边已经丢了北边 现在让我驻守这个奎州 我又守了 我即使回到成都 即使是皇上不杀我 我有何面目 面对蜀宫的父老 那他手下说那你就降吧 你既然不愿意逃那你就降吧 他说不行 他说我这一家人 百尸口都在成都了 我要是降了 我在成都那百尸口的家人 全完了 肯定都要被杀 所以我今天只能为国捐区了 所以他就把他那个大印 交给他手下的人 然后他自己纵火自焚 死了 整个灭属之战 真正为保卫后属 牺牲的只有这一个高燕筹 这一个人 所以刘光义 我们经常说英雄系英雄 刘光义很钦佩高燕筹这种 忠诚和慷慨就义的精神 所以他在占领奎州以后 就在那个火堆里边 找到了这个高燕筹的遗体 已经烧得面目全非了 然后用隆重的礼节 安葬了这个高燕筹 这个高燕筹 其实当年那个李太后 孟昌他母亲非常看好 当孟昌准备重用王昭远的时候 这个李太后就说 她说我看你手下的人 像王昭远一个都不能用 真正可靠的 永远不会背叛你的 只有这个高燕筹 这个李太后的话 不幸而言重 所以整个灭属之战 只有这个高燕筹 一个人看仗到底 为国捐躯 其他的人 奎州一丢 那沿途各州的刺史 一粒举白旗 全降了 所以那个东陆军 几乎没有打仗 就在奎州打了一仗 等到两路大军 都快逼近成都的时候 孟昌慌了 没办法吧 就派他的太子 叫孟玄哲做元帅 去增援建门 他这个儿子是个大火宝 大火宝 出征之前 你看他怎么 他打扮的是花枝招展 他那个军队就不像是打仗的军队 用的旗都是彩绣的旗 旗杆上呢 缠的都是锦段 天空不作美 刚要出发 下了一阵大雨 他怕把那个旗淋湿了 赶快就把旗卷起来 走了一段路 这雨不下了 天晴了 他再就把旗给打起来 结果呢 这个安旗的人安错了 那个旗都倒着 都倒着安上去了 这打仗不算 他还带着他的一些心爱的女人 带着乐队 一路上吹吹打打 好像是参加庆典一样 去增援 就这样 结果吹吹打打的军队 赶到今天的绵阳 就是古代的绵州 到绵阳就听说 见门失守了 所以他那个儿子 连一仗都没有打 把那一万多军队一扔 儿子就逃回来了 儿子就不打了 就立即逃回来了 这一回来 孟昌无计可施了 无计可施了 就给他手下的人商量 怎么办 他手下有一个老将 给他出了个主意 说既然到这个份上了 自由怎么办呢 我们出重金 买一些重赏之下的勇夫 我们能召集一部分人 对抗这个北方的军队 我别人没有出路 孟昌非常伤心 他说我们父子两代 经营后蜀 四十年 结果一旦遇到北方的入侵者 我们军队就这么歇花了就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 我养兵养了四十多年 都经不住打 现在我们再来招募新兵 根本不管用 谁愿意去给你打 想来想去 只有一个办法 降 投降 决定投降了 投降不该得写一个表吗 写一个降表 就找到他的宰相李浩 李浩这个人 原来就是个主降派 他是个主降派 而且李浩这个人 在前蜀也做宰相 在后蜀还做宰相 前蜀投降的时候 写降表的就是他 后蜀投降的时候 写降表的还是他 他为前一个王朝写过降表 所以他这个降表很好写 改几个字就行了 所以当四川的老百姓 听说是李浩写了这个降书 成都的老百姓也很捣蛋 很捣蛋 当天晚上偷偷地 给这个宰相李浩家 送了一个大匾 这个匾上就写了六个字 叫 世修降表李家 所以这一家 世世代代 是写降书的李家 挂到他门口去了 当时在整个成都 老百姓都在传 做笑话传 当时没有手机 否则这是微博 给短信的最好的题材 世修降表李家 就这样 后属投降了 从赵匡印发兵 到孟昌投降 前后多长时间呢 66天 66大顺 66天 后属投降 赵匡印灭了后属 一下子增加了46个州 240个县 所以赵匡印灭后属 可以说是得了个大便宜 66天 把后属灭掉了 但是最让人想不到的是 66天灭了后属以后 本来后属是被灭了 结果后属竟然爆发了一场 大的动乱 这场动乱 竟然延续了两年 那么这场动乱是怎么爆发的 又是怎么被平定的 请看下集 平定鼠乱 谢谢大家 后属的投降 让赵匡印 统一天下的计划 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他马上发布命令 要求在后属的官员 一 要稳定社会秩序 二 要优负 黎民百姓 免税震灾 三 要安抚后属官员 全部留用 四 要赦免土匪盗贼 以巩固平定后属的成果 但赵黄印万万没有想到 只用了66天就平定的后属 随即却发生了重大的叛乱 并且一乱就是两年 那么这场叛乱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最终又是怎样平复的 河南大学王力群教授 带领我们近距离触摸历史 全方位关注大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